好,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聊凡私讯 首先呢我们要学会感恩 那你看乌克兰呢都在战火之中 首先感恩呢我们国家能这样和谐平安 除了感恩以外我们也祈求呢世界和平不再起争分 也愿呢那些其他国家想挑动我们国家发生战事的用心 都不能够承认而能够消除战争的灾难 那还要感谢呢我们有这样的福报 一起来呢休息来学习来学习啊传统文化改变自己的命运 给家人带来幸福平安啊 为自己的下一代带来良好的教育啊和幸福的未来啊 我们啊下面呢就继续啊表翻私讯的第二讲啊 我们共享一下 那我们第二讲啊 在讲第二讲之前呢我搅成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错误啊 那上一讲讲到说是要不学科举 学习字的是这个二儿子元香啊 其实记错了应该是第三个儿子元上啊 不是元香是元上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啊 讲错了这会就拿出原文了啊 刚才是那个用印象讲啊 师父也得反思啊有点小错我也得改啊 元了凡的父亲呢元人啊 认为啊他的二儿子呢比较聪慧 所以像书法大家啊 学习书法 文慧明学书法 文慧明是书法大家啊 他的夫人认为啊 哎你既然认为元上啊 这么聪明他应该是举业啊 举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考公民啊 啊当官啊啊 哎都科举之路 那元人说的非常有意思啊 此而福宝不能详事录啊 福切不久啊 福宝啊 哎呀当官啊 想不了 哎俸禄啊 且啊寿命不久啊 不如教习六德六义 做个好人呢 哎就是啊 学写字 学书法啊 把他的聪慧还能发明出来 还能发挥出来啊 之后呢又西医又可寄人啊 能种德中啊 能种种德呀 还能继续基因服务啊 让自己的福宝增加 哎呀结果啊真是啊 原上真的就是福宝啊 故事比较早啊 婚后也没有孩子啊 应验了元人生前的这个 玉学的结局啊 那这个为什么又师父又要说啊 他不是二子啊 因为老二的话呢就是 呃就不是这个 我们看这个图啊 啊 看这个他的 嗯 老二啊 老二呢 呃就不是老二 老二是元配夫人生的 哎呃 元了凡都是续房夫人生的啊 是二子 二子 如果老三呢 实际上就是呃 元了凡是培老四啊啊 那那元上其实是元了凡的亲哥哥啊 元了凡的亲哥哥 哎就早年就过世了 而且他爸爸也说他呀 还是福宝 不适合当官 所以说元了凡在第一个选择 是当医生还是当呃 是从医啊 从父亲这个呃 医院从医还是走客举制度 所以说他很慎重的选择啊 这是矫正一个这个呃 错误啊 这没有师父没有记轻 这是是老二还是老三啊 实际上是元了凡的亲哥哥 元上 父亲认为的 认为的福宝啊 结果真的是 很早就走了 就是矫正上次讲的一个 小插曲啊 那上次讲呢 也是讲元了凡的一生啊 这个小插曲 让这个 我们知道元了凡啊 有四次矛盾选择啊 那刚才讲的 就是第一个矛盾选择 就是在14岁的时候 他决定 改议学文啊 也需要很大的这种 这个魄力啊 因为父亲让他同意 而且他的亲哥哥因为福宝啊 哎 都走 去世了 哎 那完全是啊 那完全是啊 因为啊 孔先生给他起数算的这些都算准了 啊 他听过实践啊 他相信孔先生啊 是个做官的人呢 他才改 医 学文啊 而不是啊 父亲一去世 马上就 改变父亲 医院啊 是通过这样的思考 和时间 那这是 第一次啊 他的选择 我们14岁以后啊 第二个矛盾是什么矛盾呢 就是有命书还无命书啊 你看看 14岁到这儿的11年啊 啊 11年的时间啊 他用11年之间的实践啊 验证了孔先生给他算的都算准了 哪一年考第几 哪一年你挣多少这个凤粮啊 都是一丝不差呀 就差了那么 这个三四十岛结果啊 出共之前呢 他1567年呢 也正补上了 跟孔先生算的一样 那他就心中就认为啊 从无命书和有命书的分辨中认为 人是有命 不仅有命 有命书 这是第二次这个 他的抉择啊 有这个抉择才能能中日经读 补阅文字啊 之后啊 才有啊 第三次的抉择 就是宿命书还是自命书 通过云谷 法师给他讲啊 命可以自立 讲完之后通过一年的实践 孔先生给他算的就不准了 原来算的考第三啊 在里不考是考第三 考举人呢 考第三 他考第一了 发生变化了 他也是通过这个实践啊 师父把他埋在这儿啊 把这个宿命书呀 转化成自命书 自己命可以把我 虽然有天命啊 但是啊 只要行音德 就可以啊 有个仁义之身 天命啊 是可以改的 这是这个 第三次这个 他的选择 那我们看这是36岁啊 之后呢 他不断的做功德啊 做两个三千功德之后 最后做了一个一万功德啊 一万功德啊 之后考取进士了啊 考取进士啊 才算是达到了啊 科举考试的目标啊 中间有求子院 等等 所以在他50岁的时候 可以说啊 他是凡夫和圣人差别 凡夫去啊 这个差 开始发求进士愿 敢于求进士愿啊 我们知道考上进士很不容易啊 那这就是凡夫和圣人的区别啊 这像孔子说啊 正好这是原谅凡事 50岁的时候 像孔子说的 五十二之天命 五十二之天命 哎 这是他的四次人生选择 也是人生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抉择啊 四个矛盾冲出中啊 他都不仅有理论 他是重实践 重实修啊 哎 你看他有理论认识 也有他在用自己的实践实修 那真重真正 由自己的人生 证明了啊 圣人与凡人 宿命和自命 有命数 无命数啊 是从一重观真 对他来讲 次次重要的这种选择啊 那这是从的他的一生啊 来看有这样的四个这个阶段啊 这个一个是从医生来教的来讲 那我们还回到课件啊 第二讲啊 就讲到这儿呢 于行于事 所以笔记 荣母不能输美行于事啊 哎 用额毛管 印译 朱全日历上 这是我们所说的 功过歌啊 做了善事 做了一件善事 写上一样 那都做什么呢 做 诗史与凭人 放生 三千山数 一满 我们看啊 这是1583年的八月 许下的这个三千山数 但是 那用了三年的时间 这次啊 就圆满了 1583年啊 我们看这是1583年 啊 求近世约啊 近世约 哎 那什么时候进了近世呢 我们看啊 在1586年啊 用三年的时间啊 就进了近世了 啊 近世了啊 世满三千啊 这就回复近世约 那做完了善事之后啊 哎 还有回向啊 哎 就请那个 信空啊 法师啊 到他家里 哎 给他做的 做回向啊 啊 这个许愿1586年 好像是当年许愿了啊 就参加 客举就重了啊 哎 就好像是刚才讲的 这个是三千 是应该是回向求死的愿望 给这个圆满的 这个一万是 就是求这个这个 这个近世啊 求近世 这是这个近世约 这个近世约是一万件 刚才讲的三千是前面的 那怎么做的呢 啊 就是啊 这个龚国格啊 我们所说的执行片呢 龚国格做的 所行善恶啊 千夕必记啊 业则涉作与案啊 然后焚香啊 高地啊 那这里有个概念 必须大家知道啊 这些概念 我想这个内容啊 这个善事啊 跟我们日常所说的善事 还是有所不同的 有所不同的 后边我们会看 有十种善啊 属于因善 基因德啊 那这里讲的基因德啊 是非常重要 啊 基因德很重要 跟我们平时这个善行 有所不同 那为什么要焚香告地呢 那这就是由儒家呀 所具备的这种天命观 这是一个真正的 中国文化的这个 经典啊 可以说不是佛教的经典 没有讲这个三世英国 那么为什么人又命数啊 为什么人又命数啊 那主要的这个原因 就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天地观 啊 有天 我们常说 头上三世 有神明了 啊 你知我知啊 天知地知 这个天地观 啊 可以说 是整个 整个这个 既善既恶的一个根本 我们自己啊 既善行 是鞭撤自己 除了我们 自己给自己 既善行 既善行 既善恶以外 还有谁记呢 就是那些 神明 天在看 比我们自己记的都清楚 只有这个老天记的啊 或者是神明记的啊 那些功德 那些 善恶 那就会啊 映现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 不知啊 不知不见得 啊 神明不知道 天地不知道 啊 这是 天地的这个 概念啊 天啊 在这里我也想讲一下 因为这个比较核心啊 这个可以 并不一定 一定用这个 佛教的理论来讲 用这个 儒教的理论 我们来 解释这个天命啊 我们说 利命论 决定命的 在这里啊 叫做因德 因德 而这个因德 的记录者 执行者 就是我们说的 老天爷 老天爷 天地啊 所以我们看 这个 了凡思讯的 他那个书籍的 整理啊 最早 整理出来的是 1007年 在开始 整理了凡思讯的时候啊 他利命篇 他第二篇 叫科地 全凭 因德啊 所以说最后 整理出了凡思讯 最后成书啊 啊 叫因智路 这个因智 因就看不见的决定了 智就是执行者啊 所以说整个 这个袁了凡啊 写这部书啊 他的作品 哎 就是 最核心的啊 就是 告诉如何 在科举中 重举 而如何生出自己的子孙 生孩子 而这原了凡 写这本书的主要的目的 那所以你看啊 哎 哎 哎 这几次真权 就是一边有啊 这样的这个内容啊 如何能够啊 这个成台啊 支持成台啊 治病 所以说 这书局的核心 一个是科举啊 一个是生子啊 啊 科举是为能能更多的为国家 做贡献 利得啊 啊 如何生子呢 是为了子嗣啊 儒教讲究啊 哎 不孝之众啊 无后为大 所以说原了凡啊 特别重视 哎 生孩子啊 传统的观念啊 哎 因此他的最后成熟啊 叫音质路啊 音质路 音质路 就包含这个 这样的这个内容啊 哎 音质路 这个念志啊 我也查了 平定是非啊 啊 谁来平定是非啊 那些音得 好你的音得 平定是 所以说在这个 整个书中 一个是改过行善啊 另一个就是 聚精氧气存神啊 这是改过行善是 释迦摩尼佛的学说 聚精氧气存神呢 是道家的修行啊 何时知识成台 这是儒家啊 这个子嗣的问题啊 哎 致病祈祷啊 这是医学和这个咒术的这个内容啊 所以说你看他写了很多书啊 基本上就是写了这诗门呢 最后大家把这个书汇集了一下 叫音质路啊 音是什么 看不见那些命 来决定你的一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这个 这叫天命论啊 儒家的天命论啊 那师父给这个研究总结了一下啊 什么叫这个天命论啊 儒家的天命论是什么 哎我总结一句话就 所有的偶然都不是偶然的 都有必然性 那我们认为是偶然 对老天来讲 那是个必然 后面一定有原因 我们看不到 或者叫阴质 啊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 我先打个比喻啊 这是师父的比喻 嗯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蚂蚁啊 前面就是个水沟 我们在上面看了一个蚂蚁 他马上就遇到水沟了 那蚂蚁啊 不知道 对蚂蚁走到这个水沟 他觉得是个偶然 但是我们看着呢 是个必然 哎我们看视角 看是个必然 同样啊 啊我们这个人呢 凡人做事情 哎我们觉得是有必然 有偶然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偶然 从天的角度来讲 它是个必然 啊因为天能看到你的 这个因德 你都以前干了什么 没有干什么 所以说这个天命论 就是认为什么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没有偶然的 你有偶然的事情 你是你认识不到 从天地的一个角度来讲 都是必然 所以说啊 先行的这个天命论啊 这所有的偶然都有必然性啊 所以你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接纳啊 也要认识的 因为这偶然就绝对不是偶然 有必然 所以你要认识的 也要接纳 这后辱的这个天命论啊 就先行以后的一个辱教的天命论啊 哎这个天啊 哎 虽然是偶然的 那我就研究它 我可以用数数来把这个天命算出来 哎不仅能接纳 还可以去想办法去改变 这后辱的天命论 为什么可以改变呢 这个天命呢 那就涉及到啊 这个先先辱和后辱啊 对天的这个功德啊 说老天爷老天爷 中国总说这个老天爷啊 那么这里我们就知道啊 这什么是真正中国人说的天啊 这怎么说 哎 哎 天 这后面讲 哎我们在学习了方私讯啊 一定要了解这个儒家的两个人 一个是罗友高 啊 罗友高 哎 另一个是张绍什么 后面我给删了啊 两个人大家后来后面资料 这罗友高啊 就是这个 这个 善术 辱化的 重要的 哎 这个理论指导人啊 理论建工人 他只说这个天啊 就势理自然 就刚才讲的 就是所说的 嗯 你所有的 这个 呃 事情啊 都是天决定 虽然 这个 天有 理事自然的一个功德 但是他也有啊 寄功 路过的 这个 功德 所以说我们做的什么事 老天呢 都跟我们记着 虽然他很公平 啊 公平 但是不是啊 一味的公平 我在这里 这个 理论大家可以学啊 这个 古辱啊 就认为天呢 只有这个 一个功德 啊 就是有无限的包容 对 后辱认为啊 天有两个功德啊 不仅有理事自然的功德 也有寄功 路过的功德 打个 再打个逼方啊 比如说这个老天下雨啊 天要下雨啊 天又下雨 娘又下人啊 改变不了 改变不了 那个 夜里改变不了 天要下雨 这个天呢 是公平 那下雨的时候 好 我是 他是不分高低山川 都下雨 天是公平 他接受天的这个雨 过程和最后结果 哎 这个是有不同 低洼的地方啊 雨水 急得就多 高的地方啊 雨水留不住啊 就要留下来 天是公平的 但是接受天的功德是不同的 同样 嗯 坚硬的土地啊 也留不住水 只要那些松软的土地 还能吸收雨水 还吸收雨水 我们的这个德性是不同的 虽然天有公平 啊 但是德有不同的 那这个德不仅是啊 这个不同 而且天还有这个功德 我给哪里下雨 哪里不下雨 他是有寄功路过的 那这是天地的两个功德啊 既有理事自然的功德 又啊 既功各的功德 这样的这个天 其实啊 就包容了自然界的鬼神啊 啊 神仙啊 等等啊 都归纳到天的方面 你都是天所记录的 这个功德 就是超越的这个鬼神 往往在这里啊 也说啊 比如说原来我还也说的 要敬鬼神 但那个鬼神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包括天性 然后记录你所做的事 而你自己记录的那个事情 只是自我鞭策 你不记录 老天爷给你记着 那也老天爷给记着 功夫堂军 所以说背后做坏事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 谁知道 老天爷 形象化的话就叫 抬头三尺啊 有神明 那么这是在理论上啊 理论上这块也很重要啊 因为这个原来啊 这个了方思讯 作为民间山水 后来通过这个儒家的发展啊 变成了 后来变成了 儒家的必读经典啊 你必须得学的这个内容啊 所以说 他变成中古的儒学啊 必学的一个景点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了万词讯啊 俗家叫了万词讯啊 真正的 他最后的这个成就叫 因治禄啊 因治禄啊 就是那些因德啊 来评判你的一生 你的事成不成 唱的叫因治 这里啊 所说的天啊 他就这个 记录功德的这个 有得啊 一体化啊 既有理事自然 又能够技功德 功德 在这我们所说 这什么是天呢 天有哪些功德啊 哎 既有非常公平的来运行 这些啊 这个啊 天道啊 同时他也能进入了啊 每个人的啊 功过 这个天的作用 天命啊 天命论啊 所以说这是我们就知道啊 那运了凡 每天 他都要怎么呢 啊 哎 分相告地 大家知道这个地是哪个地了 那这个地是哪个地 是什么 是天地啊 是我们中华民族儒教啊 中华民族祖先所奉行的天道啊 天子啊 就是这个天的天子才能成皇帝啊 哎 就是这个天就是 如果天让你干什么 你必须得做啊 如果你歪打正召不想做的事 你都去做了 那也是天命啊 就是赵匡印啊 说我不想当皇帝 因为他这个随从啊 把黄袍给他呸身上 他说这是天命啊 我不得不干呢 如果不干的话 也都知道我要当皇帝 做反了 那这一定是天命啊 哎 哎 但是 哎 支撑啊 中国 儒家 以及知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伦理 就是 天官 天命论 所以说天命论呢 是传统儒家的这个思想啊 我也总结了这孔子的这个天命论啊 哎 看我们看到孔子啊 怎么 这个 为什么这个 这个天比鬼神信仰更直接成为中国文化的这个根基啊 我们说孔子的弟子啊 说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我们经常听到的 儒家的这个 天命论 啊 有一次啊 宋国有一个人呢 啊 还离啊 要害孔子 啊 没害成 孔子说啊 天生得予 你怎么能够害了我呢 就说 哎呀 我这个是 我的德行 我的生命啊 是天给予的 不是你 你想害就能害 我有这天命 这句话 听起来很熟悉吧 跟你说啊 你能不能中喝菊啊 是你这个命中能不能中 不是你这个才如何 哎 同一道理 所以是在孔子刚来 一个人的生死存亡 富贵贫倦 完全与高悬瑜的天的给予的命运有关 天命 哎 这不是啊 凡夫碌碌正生啊 那改变 所以说孔子也说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啊 哎 也说自己是 武时而知天命 在这个 后辱过程中啊 哎 比如说在这个 孟子的思想中 还是有所变化 有所变化 哎 这个变化呢 就是 呃 我们后面要讲的 啊 讲的这个 孟子的这个思想啊 在后面我们还要 要讲到啊 我们要知道啊 就是 这个中国啊 这个天是什么概念 啊 天是什么概念 啊 所以说元了凡 这个思想啊 并不是啊 元了凡自己创造 啊 就是啊 传统的儒教的天命观 哎 就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历史背景 重点在于这个天命是如何改 怎么改的 啊 怎么改 是在这里啊 而是认识天命之啊 哎 这先秦啊 呃 这个 如将 在这里有明确的 哎 圣人的 认知啊 在这里我们看啊 如母是这样 是这样 了方私讯写给孩子的 说你的妈妈啊 你看哎呀 这一万件事啊 做起来特别难 啊 说如在家时相助为善 三千数得以完成了 惊喜于万 牙中无视可行 怎么做啊 哎 这个在家啊 这个家时是哪 这个家时是老家啊 老家啊 啊 五家 那现在呢 他是到哪里去做官了呢 哎 啊原来在这个家善 老家 老家 乌江 家善 贵堂真 哎 在这考取公民之后啊 就到了啊 到这天津这 啊 天津和北京 中间到这 当这个 啊 这个宪官来了 啊 他说他当宪官啊 没什么善事可做啊 哎 怎么能完成呢 哎 特别有意思 那这里的啊 这要知道啊 这个这个地啊 就是刚才讲的天地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要 呼应传统文化 特别是 中国 中国的儒教文化 啊 儒教文化 中国的这个文化呢 那叫中国的历史上 来这个研究啊 那个天命论 立命之学 这个命 是什么 啊 是天命 知天命 在这里啊 有很多这个辩论啊 哎 倒是我还要给大家 详细讲解 这时候啊 原料凡 做了一个梦啊 有一位神人啊 梦中说啊 你一万件事 我就做完了 你为老百姓啊 减免 岁的一件事 就相当于行了 一万件事 确实啊 赋税啊 这个问题 原料凡 亲自给万历皇帝 写的折子 万历皇帝 批准了 减到一礼 一分四礼啊 从这个二分三礼 减到一分四礼 几乎减一半 说这个事啊 你已经把 一万件善事 相当于都做 你看这属于护法啊 神明 指点加持 所以说啊 做善事啊 头上的神明都帮助你啊 来指点指点你知道你 那么他还有些不信啊 问了这个余幻禅师啊 这个余幻禅师啊 哎 把这个事啊 啊 就告诉这个 余幻禅师了 余幻禅师啊 他就说你这是可以信的 为什么可以信啊 善心真切 一行可当万行啊 跨乎权限的减量啊 万民受福 就是说 是可以做的 只要真心做一件事 非常诚恳 定义万件事 何况你做这么大的 万民受益的事情 当然是可以的 这里还讲故事 那你说的有的人啊 是恶心行善事 比如现在我们国家打击的 专骗老年人的这些欺骗学 对老年人特别好 哎呀 比亲生儿子都亲 比亲生姑娘都亲呢 对老年人洗脚啊 哎呀 打托卫生啊 干妈妈干爸爸叫的 比谁都亲 比亲儿子都亲 亲姑娘都亲 他的目的啊 是换取老年人 那种这个情感 之后呢 骗取老年人 去买他们那些产品啊 或者买那些养老保险啊 他家那个养老活动等等啊 骗取老年人 现在国家打击的对他 哎 他们就是 非常伪善啊 连伪善都不算 乐善啊 三善等会还要讲 你看表面上 哎比亲儿子都亲啊 你说是行善事吗 表面一套 哎都好 背后里啊 欺骗人 那还有真心呢 一件事也可以得还件事 哎 因为小和尚 师父看的命宝 活不了几天了 是你回家吧 一周到家 让他回家 哎 别在寺院里远去 那小和尚 想哎呀 师父让我回家呢 我回家看看吧 他就回家 还真好啊 哎 遇到要下大雨 啊 一颗蚂蚁洞就在第一处 这蚂蚁搬家也搬不过来了 哎 他就用手捧着土啊 把那个蚂蚁血用土围出一个 土墙 让他下雨 原来雨水也搬不过去 他就走了 结果再回家七天 就得个小病就没事了 然后呢 就回到寺院 他师父觉得自己有宿命痛 哎呀 我都看这个 这小和尚一周就没了 这咱们就回来了 就问说徒弟啊 你挺好啊 他说挺好啊 回家得了个小病 想师父我就回来了 他说你做什么了 他说我没做什么 想起来 把这个旧这个蚂蚁这个事啊 哎 跟师父说 师父说啊 我没算错 只剩下你这个 醒来 看似是一件善事啊 但是非常真心的救度生命 哎 你的寿命 很延长 哎 这些素说啊 真心 真切 异性可在万一性 哎 如果你是假心恶意啊 万善啊 毁于一旦 哎 这些素说的 哎 所以说你看 啊 谁是菩萨啊 哎 这些制定正确国策 执行啊 哎 能够认真执行啊 法律法规 研究认真制定政策的一些人呢 他们是大菩萨 哎 他们制定的政策 如果有利于百姓 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话 哎 那一件事情就做的功德 就特别大呀 所以说 更多的有智慧的人去当官啊 对社会对老百姓是非常有好 所以是有智慧啊 我们 所以说我们国家最有智慧的人去当 当官啊 是从政啊 中等智慧的人从上 是吧 其他的一般的智慧啊 富宝的人啊 就做点别的 是吧 现在都有这样的说法啊 从这里来讲啊 这是啊 哎 制定个很好的政策啊 真是大善事 大善人呢 大不算 哎 那他以万年善事啊 就 怎么做成的呢 哎 哎 他也觉得不保险 哎 不保险啊 怎么办呢 哎 就让这个 捐了 啊 啊 奉银啊 把这个自己的工资都捐了啊 然后呢 摘一生一万回乡者 这个知识什么 啊 近视的愿望啊 回乡近视的愿望 而摘一生一万啊 我们想要用很多钱 啊 就原来房有没有钱呢 啊 我们都会讲捐了房子 家谱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他家是很有钱 所以说他把银子也都捐了 还能生活啊 特别有意思啊 所以说哎 那时候他总结了 说这个孔先生给他算53呢 哎 是生命的终点 他最后啊 写这本书的时候 是19 1600年 是69了 哎 69了 哎 他仍然活着 我们看他这大世纪啊 这 他应该是活到去世的时候 是74岁 10 1606年 啊 他成书是 一成书啊 写第一写这本书 1600年 哎 成书的时候 编辑成书籍的时候 是1604年 然后的四年之后啊 哎 去世了 那是去世 五年之后去世是 74岁 那孔先生 算的 50多 那结果都 多活了21年啊 算的是53 多活了21年 21年正是这个 准题经典上讲的 持准题咒啊 增加寿命 21年 正好这个 跟经典也都合上了 下面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啊 这是我们知道 哎呀 这命运可以改变是吗 那怎么改变呢 先别说怎么改变 就是说三个 第一个矛盾 选择职业 第二个矛盾 是天命论 还是啊 没有天 有没有天命啊 有没有天 只说你 你原来我凡算出来 他每个人 我没有算出 我算不出来 我的这个命数是 那我怎么办呢 啊 是不是不能就是改命了 这个是个有个问题啊 哎 有什么问题啊 比如说天命 让你下个月挣 五万块钱 你天命是这 那你呢 什么也不做 啊 世俗的一些努力 和政务王 如果你知道 怎么改天命的话 哎 你会做很多功德啊 进经啊 共僧啊 然后修行啊 啊 十种改天命的方法 你做了 哎 你的天命改了 你的天命改了 下一个月 你挣了十万块 真的十万 但是呢 你如果没有算过 你就不知道 这个是多了五万 你怎么值得多了五万 你就怎么的命运值得改 因为原来可能就 就十万呢 你不知道原来的命是五万 所以说你即使做了这个功德 你也不知道 自己的一个命改 这是正向的说 这个你不算命啊 你还真不知道自己命改 还有一种情况 啊 这个人的命不是一条直线啊 不是一条直线 比如说这个月 你的财命啊 财数啊 财命啊 是你公司是 盈利五十万 你下个月 你的这个财命 你是亏损五十万 如果不改变的话 那就这个月你挣五十万 下个月亏五十万 但那个天命是因啊 看不到的 你不算你不知道 那你为下个月啊 我要我要学原老板 我念诵多少咒 我做多少功德 哎 做了 之后你下个月一看亏损 亏损了二十万 如果知天命的人知道啊 我亏五十万 我现在亏二十万 啊 我是改变 但你要不知道 你的下个月的命是亏五十万 那你做了这么多好事 你发现哎呀糟了 我还亏了 这个月我挣五十万 你看我一做好事 我怎么就还亏了二十万 那这个 如果你不算出命来的话 你怎么知道你改命了 哎 挺有难题啊 所以好多人呢 都是啊 没法衡量 自己啊 做了善行 是不是 哎 真的有用 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说 员了凡啊 也知道 存在这个问题 那更多的人呢 他算命算不住 过去的国家有大事 也要起挂了 我们知道 这个四十五经 就包括一经啊 一经就是用来干什么 来测算国家大事 测算之后 就有个准的 已经是这样了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怎么变化 怎么改 如果你没有这个基调 哎 你不知道到时候改 只是作为凡夫来讲啊 谁能把那个看得那么准啊 都不会 不会看 那这个有个问题啊 如果不知命的话 怎么办 你不知命的人 你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一个状态 也能让自己命运改变 啊 原料凡呢 命没有把那个黄极树传来 那铁算板传出来 大家都看命 都把自己命看得进进 他没有传 你发现 因为那个不解决问题 只算出命来了 也不改命 不解决问题 所以说他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辱之命 尚未知若何 怎么办 就是 约不到孔先生 没人给你算的一生啊 这生那生的 怎么一个 那个天数啊 那你我们怎么办 在这里啊 原料凡 给出了他的孩子 也是我们后人 非常重要的一个解决方法 这个解决方法啊 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保持谦德 谦卑 即使这个事情 你知道和不知道的 命述是如何 你都最终 对你都有好处 都相当于能解决 所以说 在那个了分四军四章 最后是谦德 最后用一篇的时间 讲究这个情绪 那我在研究 了凡四军这么多年啊 一开始也不知道啊 这个谦德 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钱不搭掉啊 是不是就一经 说牵挂最好 说这个谦德 不是这样 谦德啊 是解决 就是说 没有算命的人 没有这个命数 没有被算出来的人 我们怎么才面对命运 面对的一个命数 面对的一些无常病 就他给出的解决方案 既命当荣险 常作落末相 荣耀显贵 荣耀显贵 不知命的人 觉得看我多厉害啊 名气大 大家都认识我 如果不知命的话 这个人呢 就会骄傲 就会看不起人 一旦失去这个荣耀 甚至有些人 推得羞了 非常寂寞 或者是有些人 名义显赫 名义扫地的时候啊 就不想活了 这个 为什么呢 他不知命啊 不知命 如果知命的话 知道哎呀 这种显贵啊 是我自己 或者是我的祖先 积累因德 我才有这样的这个 荣耀和显贵的 所以说他就不会啊 做出过格的事情 失去这个荣华富贵啊 名义啊 他也不会啊 情绪低落 甚至寻死寻活 甚至觉得人生无异 所以说知命的人 他一旦有显赫 他他不会啊 是骄傲 他应该会 采取谦虚的态度 他就谦虚 那这种荣华富贵啊 也不是啊 永远存在的 啊 他是天命决定的 不是说我怎么就不能荣华富贵 我非常努力 我努力一辈子 我就要荣华富贵一辈子 一般人是这样想 所以说他就努力了 没有收获的时候 就怨天由人了 你要是知命的人 他就会谦虚 啊 自然而然就谦虚 常做落寞行 荣华富贵的 又这个落寞的时候 有官权在位的时候 又在这个 这个落魄的时候 所以同样啊 你顺利的时候 知天命的人 即使是很顺利啊 也不会 张黄 可以多呀 又不顺利的时候 一旦你认为这个顺利 完全是自己能力的话 一旦不顺利的时候 你就会把这个不顺利啊 原因都是别人造成 心态各个方面 也不会好 顺利的时候啊 知天命的人 他还会很谦虚 知道一切除了自己努力以外 还有命的决定 命的决定 他不会把所有的荣耀 顺利啊 都看得是永久的 都是自己完全能控制 下面这些道理 也都是一样啊 也都一样 就无论是什么情况 知天命的人 他最后他也是会非常谦虚的 处理这个事情 那好了 一旦有这几种情况 你都能用谦卑的状态 对待事情的话 那你的这个心态和最后的结果 和知天命的人是一样的 然后再重复一遍 就是你有些人知天命了 他最后也会用这样的心态 来对待事情 那虽然你没有知天命 那好 你也用这个状态 谦德来对待的事情 那你的结果和知天命的人 是一样的 不知道 是否讲不讲清楚啊 所以袁老凡呢 最后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 那这个谦德啊 还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 谦虚有所不同啊 所以说他用一章的时间来讲 什么是表凡私讯 讲的这种谦德啊 很具体啊 敬天爱人 知命认命 知过改错 知恩报恩 敦伦进奋 认祖归宗 养政化愿 归之前 这是所谓的谦德啊 很详细 就详细 那你有了这样的这个谦德之后 你的形式 对事 对人 对物 方法 跟那袁老凡 算过自己的 素没有多准 那样的人 是一样的行为的话 一样的方法的话 哎 你不知道 你自己的命数是什么样 效果也是一样的 你的命也会越来越好的 在那个技术上 也会越来越好 所以这就是 原料法案给出的 所有人的方法 就是你不用去算卦 如果你这样做了 跟你算卦的结果 算的准的结果是一样的 哎 就告诉你这个 先得的方法 后面呢 还是要报恩啊 这就和 这个报恩是很重要 一个人不知道报恩的人 能力太高 只是他有能力 但是没有德性 没有德性啊 什么叫没有德性啊 老天算着呢 是吧 哎 他那些恶事啊 早晚会有报的 所以说我们要积阴德啊 就是 您看不见的 看不见你做的什么 那个事情才重要啊 表面上做的很好 你背后里竟干坏事啊 那这积了什么 什么德啊 那叫阴德嘛 那缺德啊 缺德德 都是看不见的 干的事情 就缺德 那我们什么样的德 是必须的基呢 冤阳 远思养祖宗之德 这是红色的啊 祖宗和父母啊 父母 第二个是 国家丹德 家庭给我们造的复材 向下啊 向外啊 就不能叫向下了 这个概念不好 向外啊 既人既事啊 向内啊 就反思自己 所以说的基因德 这有个总论啊 这是一个 首先第一点啊 你不知道感恩 就别谈你基因德啊 不知道感恩的人在这里 是一票否定的 这第一点啊 第二点是28讲的是 改过基善啊 改过基善呢 这两个会放在这个 用一章来讲改过啊 一章来讲基善 什么是改变命运的改过 什么是改变命运的基善 那是用了第二章 第三章来讲 第四章讲迁德 就是说我们没有算出命来 我们怎么办 就这样 那本章呢 就是后边就是相当于一个总论了啊 你看28 29 总论这个怎么基因德啊 改过至善 感恩啊 感恩改过至善啊 首先要改恩 感恩呢 感恩是前提啊 没有感恩的话 那就后边的你怎么基善改过都没有意义啊 那不知道干什么 所以说这个总论啊 就是这个总论 首先27是千德的这个总论 千德总论 第四章总论 然后这28 29 就是第二章第三章的改过 行善 总论 最后呢 就是有个反向的说啊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 所以德不加倍 业不无加广 就留你了 什么叫天下聪明俊秀 什么叫天下聪明俊秀 天下聪明俊秀 就是我说这个人有能力啊 啊 这个人非常聪明啊 业务能力非常好 但是没有德行啊 德不加修啊 所以他就业不广大 这个德才是最后的决定德 所以叫因智路 这个前面那个看不见的因 天命 你的命术 你记得这个德 智啊 就判断和执行 你最后的结果 所以你的事业 业务啊 你的命啊 你的钱呢 是不是就在你命中啊 注定的里边 还是有所不一样啊 有的就指音讯而自啊 音讯凡夫的天命天术 所以耽误了他们的一生一世 天下这个人们总想在聪明上 能力上提高 你对自己的德行 不去修行啊 自己的品质啊 特别是 你不知 我不知的情况下 不知道呢 天还知道呢 神明还知道呢 贝蒂干坏 贝蒂干缺德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改变 老天给你算着呢 这个账老天算 这不用这个鼻子啊 就是音质啊 这个质啊 就是谁来质你啊 天来质你啊 那天有这样的功德啊 那我们刚才讲 天的两个功德 既功德 而是行天事啊 天事 那这个理论啊 这里指理论出出 这个理论啊 说的 哎 不是我袁了凡说的啊 这是谁说的呢 是云古禅师所受寿命之学啊 哎 这个说了 只不过袁了凡用他的一生来尽力去实行 而且改变了命运 把这么好的方法留给自己的孩子 对 最后再讲一个他的 他的一个关系图吧 这个关系图 我觉得师父这个花了很长时间来花了非常意义 我们看那个袁了凡啊 他的同学 他的同学 丁斌 费锦坡 冯开枝 李建衍 陈玉王 他们都获得了进士 丁斌呢 是太子太保正一品 这冯开枝 他们都是属于这个 五品以上的 那这个李建衍呢 是正二品 佐渡御史啊 相当于检察院 中央中国检察院院长啊 陈玉王的福建安插史啊 最后也十二品 那一十二品 然后更有意思啊 对 这个袁了凡的儿子 娶了陈玉王的女儿 就是陈玉王是把自己的女儿 给了袁了凡 嫁给袁了凡的儿子了 他还是亲家 对陈玉王呢 跟丁斌呢 又是亲家 对丁斌的儿子 娶了 不是这个 陈玉王的儿子 娶了丁斌的 这个丁斌的这个 这个女儿 丁斌的女儿 对了 李建衍特别有意思啊 他跟原来我发现 在中南山 但是他俩想闭关 待了一年 想多闭关几年 算了 没闭关成 又出来 又当官 来当官 特别有意思啊 我们知道这个袁了凡的爸爸是个医生 是个医生 但是他这医生的朋友是唐伯虎 王阳明 陆文选 都是王吉 都是著名思想家 都是这个名人啊 都是这个大官大患的 这些人 他们都是 袁了凡家的亲属 我说袁了凡的 这个家庭背景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他家是学医的 他家是祖传的 这个治疗的专科 治疗皮肤病啊 他那时候天花呀 痘疹非常多 他治疗这方面的专家 是非常富裕的 那但是虽然非常富裕 他不是官话 他爸爸的文章人品好 我这里想说什么呢 袁了凡最后是无品的 他实际上是最长时间 只是当了支线 最后的上宝四少卿 也就是无品官员 但他的朋友 他的亲戚 你看他的亲戚 都是二品 正二品的官员 我们不是说 袁老凡的官小啊 他爸都不是官嘛 为什么这些 就是二品官员 这些人 为什么愿意 把女儿嫁给这个冤家呀 并不是袁老凡 官有多大呀 在什么 袁家的德行 袁家的这种德行 而不是在于 袁家的这个官位有多高 他这种德行 这个做人的这个品质 就让这些二品三品 这个官婚家庭 觉得嫁到 把女儿嫁到原家 是一种性 是一种依靠 所以说最起码 在袁老凡这个时代 人们是重德行的 并不是说 你看你这地位有多高 你是官二代 富二代 恨不得把自己嫁 嫁过去 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就知道 袁老凡那种影响 真正的影响 是在于他的学问 是在于他的为人出世 是在于他的这种谦德 谦德 这个德行 做人的品质 并不在于他能力 他能力 跟他的几个同学比 差对我了 和同学都正一品 正二品 而且都非常有作为 都是清官 有一个清官 这个夏建所 就是看了 袁老凡 特别喜欢袁老凡 说袁老凡有这种谦德 他特别喜欢 这个夏建所 是这个夏建所 我看这是 他是顾县城的 东林党的 这个他的统一 当时就是对国家的 这个影响不上大 夏建所是非常清廉的 一品官员 也是一品 他最后死的时候 死在这个路上 然后上他家说的 看他家有没有钱 埋葬他的 埋葬他的钱都没有 就这个 这个官的清贫 就做到这程度 相当于哪个部的部长 说他家里有存折 打开一看 就火化的钱都不够 这个夏建所是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东林党特别厉害 这是顾县城的选 他就为什么 他会喜欢袁老凡 给袁老凡评价很好 就认为看的袁老凡是签的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个明代 明代我们第一次抗美援朝 就是袁老凡做的事情 不是抗美抗日援朝 打日本解放朝鲜 袁老凡为啥能去 就是这种谦德 让这些他的一些官员 觉得袁老凡可以OK 就是推荐 跟皇帝说 这个事谁可以做 袁老凡可以做 就给袁老凡调到这个兵部了 兵部了 之后呢 他从直线到兵部 是因为他的谦德 他有这么好的情节 官宦圈子 也是他的这种谦德 他的品质 当然他过去的品质 有的人是从文章上 有的人是为人出事 那他这种谦德 都赖于第四次 第三次他遇到了 运古禅时 命运改变 对命运的看法变化了 他有这种谦德 他有这种谦德 就是谦德就是 知命的人要做的事情 要值得感恩图报 我们知道这个袁老凡的爸爸 袁人的这个去世之后的一个传记是谁写的呀 是王姬写的 王姬是谁呀 是王阳明的弟子 也是这个发挥 更加发挥了王阳明的这个新兴学 变成一个明代的著名思想家 那为什么这么大思想家给他爸写这个小传呢 专辑 就是原家的传统 他们的德行 做人 就是做人 能够和王阳明 王姬 以及这样 唐伯虎这样的社会名流 能够生活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而不是靠官 而不是靠钱 而不是靠能力 而是靠德行 所以袁老凡啊 他的品位并不高 正无品 你看他的一些同学 他这些亲家都是正好比 但是袁老凡对历史的影响比那些人还大 为什么 他这个书籍 他的这个一生的品质 他的立命之学 为天下人带来了改变命的方法 这是立得呀 立言啊 立得呀 立言立得呀 所以说 从这个他这个爸爸和这个关系图上 他的成就是成就于立得 从立得变成千行 改过之错之后 改命 给了我们那些平凡的凡夫 让我们不要像最后讲的 叫音寻凡夫的天明天书 我们要廖凡啊 哎呦 廖凡 就敢 改过 行善 谦卑 后边 激章 就会详细的 给我们讲 改天命的改过 改天命的行善 是如何改过行善 如何抱着这种 谦德啊 这种谦德啊 让那个郑无品的这个家的孩子 取得了郑一品家的 夫人啊 这个谦德到底多厉害 他为什么 有这个谦德 就相当于你已经知道自己 天命了 我们 希望师父 闭关过程中 或者闭关之后啊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个探讨 那今天我们 就讲到这里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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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